各位评委大家好,我是29号罗小,今年22岁,我来自深圳,然后呢,我现在就读于西南威尔士大学的食品专业,然后我这次的美丽感言是美当如暖流,所以我觉得暖流就是一个让人心生暖意的东西,而不只是一种简简单的让人觉得心旷神医的这种简单的美,而是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深意,然后让人家觉得甚至是心生爱意的东西,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美,然后我平时的兴趣爱好,我最大爱好就是写诗,因为我们有其他别的特殊的才艺,从小到大就是一直以读书啊为主要的任务,然后所以就是平时写诗,然后还有就是庞任可能也算是一种爱好,然后我平时我觉得最大,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读书本身,还有就是旅游方面,我觉得这次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,因为我以前淘汰我参加过这方面的比赛, 我自己读的专业是属于理科的专业,所以就是这次也不算是说重灾参与,把二搜从中可以现场获得一些人生的经历,谢谢大家,我的自我介绍完成了。 那你才艺展示呢? 我才艺表示我打算朗诵一首诗,这首诗是我自己写的,并且是我最爱的一首诗,你看的题目叫做What is Marriage? 当然它还是用中文写的,当我看不清远山灌木开出的春花时,我就会为我没有望远镜而忧伤,那里是蚯蚓和死去昆虫的乐土,那里是秋天海饥饿松鼠的梦想,是每一片嫩叶的桎梏,是每一个残根的叹息。 就像每一次的离家,出发前总会爱上迷路的感觉,却又深深恐惧每一处相似的街角,成长,在对远山的期盼里,我欲把你当作倾听我吟唱的耳朵,把你当作生命里每一个装不下的春天的匣子,把我修饰过的柳枝放进春天,我用晨洁变雾无暇,就像用人性侮辱每一个人。 我爱你能容纳盛情和疲惫的身体,你而我有着像每一个活物的气息,我们互为梦想,我们互相定义,在我看不清每三苍茫冬天的时候。